我们在下载安装完成以后呢 可以直接点击小蜜助手进入到软件当中去进行激活授权 激活授权好以后呢 咱们需要添加一个APP 点击加号 选择微信 如果需要多开其他的APP 可以选择克隆APP 这里面呢 可以找到咱们需要的APP来进行多开 选择微信以后点击安装 它会自动的制作出一个分身 放在咱们的主程序当中 那么好 现在呢 咱们所选的微信分身已经制作完成 咱们呢 可以拨动制作好的微信 然后呢 滑动到APP设置当中 这里呢 可以创建一个桌面的快捷图标 也就是说 将咱们所制作的微信 放在咱们的主界面当中 便于咱们正常的进入到软件当中 点击创建桌面快捷图标 然后呢 下方会出现要允许小蜜助手 访问以下权限吗 咱们直接点击 允许 这里呢 会涉及到整个的一个 悬线管理的一个设置 我们呢可以通过 设置页面 找到相应的管理界面 然后呢 来开启相关的悬线 也可以找到手机管家 去进行开启相关的悬线 进行不同 但是呢 使用的方法呢 都是大同小异 例如我的呢 是行李机型 可以直接长按APP图标 然后点击应用信息 在这里 咱们可以找到悬线管理 点击进入 然后呢 找到咱们需要的悬线 例如悬浮窗显示 锁屏显示 还有桌面快捷图标 这些呢 都开启以后 就可以正常的操作了 然后呢 还有通知设置 通知管理点击一下 可以呢 来设置 显示桌面 图标脚标 悬浮通知 锁屏通知 允许响铃 允许震动 允许呼吸灯闪烁 这些呢 如果都开启的话 就可以做到 无缝的消息推送了 我们在制作完成 分身以后 添加到桌面快捷图标 可以随意的拖动 找到想要的位置 然后呢 直接点击 微信一 点击登录 来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安卓小蜜助手的全部功能 这是咱们 安卓小蜜助手的全部功能的 一个海报 独家 9公格的UI设计 使用起来呢 更方便 完美兼容安卓10系统 可以任意添加 快捷桌面 独家 自动抢红包等功能 后期呢 2.0 3.0的 后续的功能 都会进行更新 而且呢 还会更新功能 增加功能 那么好 我们呢 首先进入到 画画圈当中 点击 发现 进入画画圈 来讲解一下 转发的教程 找到自己喜欢的 图文 以及视频 这里呢 我以图文为例 然后呢 长按 图文 这里会出现 一键转发 咱们呢 可以直接 长按图片 也可以呢 这些长按文字 都会出现 转发的按钮 一键转发 满足于 咱们的日常 转发 例如咱们的 九张图片 图文 以及 15秒的 常规视频 都能轻松转发 点击 一键转发 会进行 自动缓存 当前的图片 进入到 抛圈编辑面 可以进行 编辑上方的文字 也可以呢 为图片 进行 开序 全部编辑好以后 点击发表 就可以发送了 这是一个 比较常规的 转发模式 然后呢 咱们来看 急速模式 长按部搜 会出现 急速转发 点击 急速转发 然后呢 刷新朋友圈 就会直接 转发到 自己的朋友圈当中 急速转发呢 方便于 咱们 日常转发 超高清 怕视频 以及 图文 如果呢 转发图文的时候 需要修改文字 建议大家呢 使用 一键转发模式 如果不需要修改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 急速转发模式 转发视频呢 也是一样 在朋友圈当中 找到我们自己 喜欢的视频 然后呢 来进行转发 例如 我们想要转发 朋友圈当中 播放的 超高清 长视频 就可以利用 急速转发模式 长按不松 然后呢 点击 急速转发 就可以直接 发送到 自己的朋友圈当中了 让我们的朋友圈 变得更加精彩 那么呢 可以打开视频 看一下 完全的是 无损转发 对视频呢 没有一点压缩 这一点呢 是非常的牛逼的 而且呢 我们的小名助手呢 还可以支持 朋友圈 拍摄入口 直接发送 长视频的功能 我们点击 右上角的 相机按钮 点击 从相册选择 找到 自己喜欢的视频 例如 17秒的视频 然后呢 点击 完成 会进行 自动的处理 先击好 咱们发圈的文字 点击 发表 现在呢 已经 发送成功了 大家都知道 咱们的官方微信呢 只能发送 15秒的视频 但是咱们的 17秒呢 或者 更长的时间 都可以轻松的 发送到 房圈当中 我们再来 测试一个视频 这是一个22秒的视频 咱们来选取一下 点击文程 进行自动处理 进行编辑文字 然后 执行发表 好 已经 发送成功 咱们打开视频来看一下 非常的高清 这个呢 就是咱们 小密助手的 转发的 相关功能 以及上传视频的功能 然后呢 咱们返回到 主机面当中 进入到 主机面当中 点击右上角的 小密助手的 logo 点击一下 这里会团出 九宫格的 功能列表 这里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检测僵尸粉 群发助手 加群好友 加附近人 缺发泡泡圈 泡泡圈管理等 这些使用的功能 这里从头到尾给大家来讲解一遍 那么首先咱们来讲解检测僵尸份 检测僵尸份 上方会有明确的说明 拉群方式检测 一般为零打扰模式 可能会出现一两条 加群邀请影响非常的小 如果我们需要检测的话 可以点击开始检测 它就会进行自动拉群 然后呢检测咱们的僵尸粉 全部检测完成以后 可以点击下方的查看删除僵尸粉 因为呢 清粉它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等待它全部检测完成以后 我们再来进行查看删除僵尸粉 可以呢进行保留僵尸粉 也可以进行急速清理咱们的僵尸粉 这是清理僵尸粉的功能 然后呢咱们来看群发助手 写记群发助手 下方呢会有图文的使用说明 在聊天框当中 然后呢找到需要群发的信息 传按不松会出现转发 里面呢会有相应的转发功能 咱们具体来进行演示 进入到聊天窗口以后 找到咱们想要群发的信息 例如想要群发图片 或者语音文字或者视频 这里呢我以文字为例 咱们传按文字不松 然后点击转发按钮 这里会出现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呢是转发 这个转发模式呢 它是会逐个的给好友进行发送消息 可以选择群聊 可以选择播出号 好友或者呢选择全部 来进行逐个发送信息给好友 那么呢咱们来看第二个模式 群发助手 点击群发助手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 全部选择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进行 全自动的发送给我们的所有好友 如果有特殊的需求呢 我们可以偷选掉 不想要群发的好友 然后点击确定 它就会进行自动群发 而且呢支持多类型的消息进行群发 还有咱们的图片也可以进行 群发 也可以直接转发到光圈当中 这样的话呢避免了咱们保存图片 再去发圈的一个频繁的一个操作 这种的使用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传按波锁点击转发到光圈 选择需要添加的好友进行选择 然后呢就可以进行群爆粉了 如果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没有出现相关的按钮 咱们一定要开启群聊成员的总开关 这是一个群爆粉的总开关 一定要把它开启 找到需要爆粉的微信群 然后呢进入到群聊的详情界面 点击右上角的数字的三个点 这里会出现添加好友 然后呢在里面可以设置咱们的最大申请数 以及打招呼内容可以进行自定义编辑 也可以呢进行设置加好友的延迟 加的好友越多呢 这个延迟的秒数呢一定要把它向上调节 调节的时间更长 这样的话呢用起来更安全 这是一个群爆粉的操作 添加附近的人 也是一样 需要添加附近的人的话 咱们需要开启总开关 然后呢进入到这个附近人界面 开始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跟发朋友圈 进入以后 可以设置咱们的朋友圈转发源 在这里面呢找到需要跟随的好友的朋友圈 比如我想要跟随这个好友的朋友圈 然后点击确定开启总开关 然后呢咱们所选的微信好友发圈之后 咱们呢也会进行跟随发送他所发的朋友圈 是一个跟随的力气 非常的方便 朋友圈管理 那么第一项呢 一键进入朋友圈 点击以后可以进入到朋友圈当中 朋友圈自动点赞 可以开启朋友圈自动评论 开启以后可以在下方的设置一个自动评论 然后呢也可以来设置一个黑名单 不给哪些好友进行自动点赞自动评论 在里面呢去选择就可以了 然后呢来看下方 屏蔽朋友圈广告 开启以后可以屏蔽掉腾讯 微信推送的广告信息 然后下方呢是这个批量的操作 例如批量屏蔽他人朋友圈 选择屏蔽他人朋友圈的好友 然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进行批量处理了 然后呢下方是批量取消 屏蔽朋友圈 批量朋友圈定时任务 咱们的小秘筑手呢 可以进行定时发送朋友圈 来看批量删除朋友圈动态 这个功能呢可以 快捷的查询到自己之前 所发的朋友圈 而且呢进行快捷的删除 立志朋友圈 那么首先第一项查询模式 这里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的是全部查询 第二种模式呢是条件查询 如果需要条件查询的话 咱们可以点击一下条件查询 第一个条件 设置时间 指定搜索多少天以前的朋友圈 例如是一个月 也就是30天 然后呢输入30 它就会自动解锁 自动查询30天以前的朋友圈 然后下方呢是关键词 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里面去输入关键词 进行更精准的查找之前发的朋友圈 例如 我设置的是设置 在查询朋友圈的同时 它会自动搜索 自动查询测试两个字 但有测试两个字的 它都会进行查询 然后呢下方还可以设置 带有关键词的类型 例如图片类型 视频类型 文字类型 电竞类型 或者呢全部类型 这些呢全部设置完成以后 咱们可以点击下方的开始搜索 解析朋友圈 没有解析到呢 也就是咱们所设置的不正确 或者呢咱们朋友圈 没有 没有咱们所查询到的朋友圈 如果有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全部选择 点击删除即可 也可以呢进行自定义选择 点击删除 然后呢来看最后一下 按时批量删除 朋友圈动态 也就是按照时间段 来进行解析 查找历史朋友圈 在里面呢去勾选想要删除的朋友圈 点击删除 它就会进行自动删除了 群管理 群管理的第一项呢是自动加入群聊邀请 开启以后 如果呢好友花来了群聊的链接 我们呢会进行自动进群操作 屏蔽群爱的我提示 可以屏蔽爱的我提示 如果关闭的话 还是正常的提示 提出 私自添加群成员者 开启以后 可以进行自动检测 如果有群成员 在咱们所在的群进行 部分添加群成员者 会进行自动提出 当然了这个权限呢 是一定是管理者 或者呢是群主才能用到 自动移除包含 违禁关键字 开启以后可以设置一个关键字 比如咱们群聊当中 经常出现的广告信用卡 可以设置多个 按照符号来进行间隔 如果呢 咱们所在的管理区 有群成员发送了 带有信用卡的信息 它都会被进行自动移除 自动移动发送超常消息者 开启以后 可以设置一个 字数的限定 例如我们限定100字 然后呢 我们在输入完成以后 如果有群成员发送文字的时候 超过100个字 它就会被自动推出群聊 然后下方呢是 各种的批量设置 例如批量设置群公告 批量推出群聊 也就是一键推群操作 批量设置群聊 免打扰 批量设置群聊 正常接收 批量保存 群聊到空虚录 如果呢 咱们在群聊当中 还有保存的话 这里都会检测 找到没有保存到空虚录的群 然后点击确定 来保存空虚录 就可以了 万群直播 万群直播功能呢 咱们可以设置一个转发的 间隔时间 如果呢 咱们转发的消息过多 建议大家呢 这个间隔的时间 可以向上的调节 例如我这里设置的是三秒 然后呢 开启万群直播的总开关 来设置主讲人 主讲群 点击设置主讲人群 这里可以选择 学聊成员以及个人好友 点击客人好友 选择指定的讲师就可以了 如果是群聊成员的话 可以点击学聊成员 然后选择主播人所在的微信群 选择指定的主播人 然后呢 点击确定 然后呢 咱们来看第二项 选择需要同步的人或群 进入以后 这里面呢可以选择 微信好友 可以选择多个微信好友 以及多个微信群聊 以及公众号 都可以继续多选 也可以支持 同步到咱们标签内所在的好友 这里呢 这里呢 我选择群聊 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呢 万群直播就设置完成了 如果不需要万群直播的话 咱们可以将总开关 进行关闭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好友管理 批量手动 接收好友 自动接受 好友请求 如果呢 有新的好友 加咱们为好友的话 会进行自动通过 按时间 自动标签 新好友 可以按照 当前的时间 来进行为好友 进行自动编组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下方 接收后 自动回复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把它开启 然后呢 来设置一个 自动回复的内容 在接收好友以后 可以给好友 进行打招呼操作 下方呢 是延时回复 开启以后 来设置一个延时的时间 如果不需要的话 可以把它关闭 下方呢 是批量删除联系人 点击进入 然后呢 找到需要删除的联系人 点击去令 就可以进行 音量删除了 自动回复功能 开启自动回复 这是一个总开关 然后下方呢 是允许回复群聊 关闭以后 咱们在群聊当中 会进行 不自动回复 开启的话 它就会进行 在群聊当中 也会进行自动回复 下方呢 是自动回复的延时时间 可以来设置一个延时的时间 不需要的话 把它关闭 然后下方呢 是设置自动回复 然后呢 点击上方 设置回复关键词 点击 添加回复 添加回复语 然后呢 来输入咱们的关键词 例如 对方发来的信息 为您好 那么下方呢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个 回复的类型 可以设置一个 文字的回复类型 图片 回复类型 视频 回复类型 名片 回复类型 以及群聊邀请 其实一个 达到了一个 自动拉群的一个效果 例如 我们选择的是 图片回复 选择一张 指定的图片 点击 确定 这样的话 对方发来信息 为您好的话 我们就会 发送 指定的图片 也可以继续增加 更多的关键词 也可以进行 一键清空 然后呢 下方是设置 自动回复 群聊黑名单 以及 自动回复 个人黑名单 不想回复 某些群聊 在里面 去进行选择 不想回复 某个好友 也可以去 进行选择 这是一个 自动回复 黑名单的一个选项 然后呢 我们来看 防撤回功能 点击防撤回 第一项 防止消息撤回 这是一个 防撤回的总开关 然后下方呢 是显示 撤回提示 开启以后 它会显示 撤回的一个提示 然后第三个 显示 撤回用户名称 它会 提示 咱们 哪一个 用户 撤回的消息 然后呢我们来看 朋友圈 类型的防撤回功能 第一项 防止朋友圈 动态撤回 开启以后 可以看到好友 之前删掉的朋友圈 第二项 防止朋友圈 评论撤回 开启以后 如果呢有好友 为咱们的朋友圈 进行评论 又删除 但是呢咱们 开启的这些功能 是依然可以看到 它评论的内容 然后呢来看收账 管理 自动接收红包 开启以后 可以接收好友 发来的红包 也可以接收群 聊内发送的红包 自动接收转账 开启以后 可以自动接收 好友发来的转账信息 然后呢第三项 收到转账后 进行自动回复 模拟 进行首度收转账 语音播报 转账详情 它会播报 转账的金额 然后下方呢 是播报 转账人 这是一个 比较便利性的功能 在给大家呢 可以逐个的尝试 删除记录 首先呢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 开始的日期 以及结束的日期 然后呢 再去进行 选择联系人 删除咱们的聊天记录 标记已读 点击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聊天矿囊中 聊天界面囊中 所有的未读小宫殿都会消失 标记未读 可以将咱们 已读的消息变成未读 清空界面 点击清空界面 会清空当前所有的聊天绘画窗口 然后呢 我们来看视频去水映幕呢 咱们的小秘筑手呢 可以快速的解析 快手 过山 抖音 转视频 将转视频的水映去掉 然后呢 直接发出也可以保存到本地相册 这里呢 就不做演示了 非常的简单 可以复制短视频的链接 然后呢 粘贴到里面 可以直接点击发送到光线 也可以直接保存到本地相册 然后来看杂像功能 第一下 微信运动点赞 开启以后 可以在排行榜当中 进行一切点赞操作 电脑登录自动确认 开启以后 我们在登录电脑的同时 会进行自动确认登录 查看微信ID 可以查看咱们微信好友 以及微信群的ID 自定义表情上限 可以呢自定义一个储存表情的上限 官方呢限制是300 咱们呢可以向上调节 例如600 咱们在储存动画的同时呢 会达到咱们所设置的一个上限 如果觉得600不够 咱们还可以向上调节一切 然后呢咱们来看开启语音自定义时长 开启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秒的语音时长 但是呢咱们所发送的语音 不会有任何的修改 咱们发送的60秒语音 但是呢对方收到的是一秒语音的时长 但是听起来呢还是60秒的语音 达到了一个趣味性的功能 然后呢来看自定义地区 开启以后可以在下方设置一个 比较喜欢的地区的名字就可以了 自定义零钱 我们首先呢需要开启功能 然后呢在下方设置一个伪造零钱金额的一个数值 然后呢点击确定 然后呢点击确定 然后咱们呢进入到零钱金面当中 来查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在支付的页面当中呢 已经出现了咱们所修改的零钱金额 非常的好用 然后呢咱们来看虚拟定位功能 进入到虚拟位置的地图模式 然后呢搜索自己想要的虚拟位置 选择好以后点击右上角的发送 然后呢咱们来划掉软件的后台 重新进入到小命助手当中 给大家测试一下 发圈可以设置一下虚拟的地理位置 咱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点击所在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所在的位置呢 也就是咱们刚才所选的位置 非常的准确无误 非常的高效 百分百保证 然后呢进入到聊天窗口 点击位置 然后呢点击共享实时位置 可以与朋友共享实时的位置 也是百分百的保证 以下呢就是咱们小命助手1.0的全部功能了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任何问题 可以找到咱们软件供应商 进行详细的咨询 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见